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因為這幾天比較忙 本次的介紹會比較短 首先這是我自己解讀的 因為韓國討論區也沒有回答得很完整 如有錯誤請多多指教 月光雕刻師也跟多數有置入打擊幹的遊戲一樣 當玩家怪物在移動普攻 或技能的前搖跟後搖時 被普攻技能擊中時 會產生短暫的硬值 而無視被攻擊百分比 就是取消硬值的狀況 藉以獲得反擊的機會 玩家、怪物都內建一定機率的 無視被攻擊百分比 而且雖然理論上攻速快過對方 一定程度就能一直造成硬值 取得攻擊優勢 但重點是遊戲內 硬值的時間其實非常短 技能只要用出來 都直接無視打擊 不然就被繞小弟一直圍毆就好啦 遊戲中能提升攻速 能加快腳車動作 甚至還有硬中、閃躲等其他因素 都間接狼硬直的設定 存在感薄弱 除非 我大一了啊 沒我想 我想 這可能也是討論不多的原因吧 核心玩法離不開 打怪、練擊、衝裝備的情況下 在遊戲內尋找動作格鬥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只能說 是很微妙的設定 高手過招 也許就差這一點吧 比外話 最近天堂2要出沒了 又一波課金槽要來了 希望各位皮包要守住啊 滿滿課金像的遊戲 我個人就pass 看各大佬課起來 照顧我們這群吃誇眾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垂謀 攻擊速度1.5 無加乘 單手輔 攻擊速度1.32 無加乘 攻擊速度0.75,50%加乘 垂毛,攻擊速度0.75,50%加乘 單手斧,攻擊速度0.66,50%加乘 升級式的未來在遠方,請各位努力堅持 那下次測試就等煉金速式了